豬舍裡面全部的豬隻大聲嚎叫 業者趕緊把癱瘓的豬拉到走道上 因為他們被爆炸產生的高壓電猛烈電擊 有的暴斃 有的抽搐 場面震撼 走道上的豬隻幾乎奄奄一息 皮膚被炸得皮開肉占 連骨頭都被震碎了 大量的屍體花了三天才運完 事故發生在嘉義縣西口鄉 移出太陽能光電屋頂豬舍 十四號下午四點多 連接臺電潰線的電筒突然爆炸 高壓電極造成兩千頭豬死亡 幸好當時員工剛離開豬舍逃過一劫 養豬舍老闆找上嘉義大學協助鑑定屍體 證實是被電死的 現在要找到漏電的原因 向太陽能公司和台電求償 台電表示電筒爆炸的原因是故障 還是鳥急需要再釐清 而縣政府也介入全面檢視太陽能光電 去木場的安全避免爆炸事件 再次發生